我今年在社会捐款一共捐了150万 资助了300个贫困大学生 我只资助贫困大学生大一第一年的学费 我不资助研究生的学费 因为研究生学费有奖学金 我也不资助大二大三大四 为什么 他知道他家里淘金不好 他努力学习 他拿假军金能覆盖他的学费 但是有大一的学生 他家里淘金不好 真是尚不起学 你暑假不要去打工挣你的学费 我给你掏钱 好好去读大学 我今年捐150万 明年我计划 加上我员工中层高 中高层员工他们的家乡 明年捐赠金额将会达到300万 后年500万 我们公司不是以所谓的 公司的营业额多少钱为目标 我做事情是以 我能向社会捐多少钱为目标 我今年资助的100个 我的家乡黑龙江的贫困生 五个清华北大 三个上交大 三个复旦 天大七个 哈工大七个 百分之七十 九八五二二六 他将来考研在我的辅导班免费上 他将来找工作 我们有就业实习的平台免费给他找工作 我们将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能够为这个社会留下的什么 因为我今天发展的还不错 但是我深深的知道 我之所以能发展的不错 我现在有能有这么好的生活 我努力不努力 我努力 但是还有一个大背景 就是我们的国家强的 各位嘉宾你承认吗 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 是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速度最快的四十年 没有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 没有我们的很多很多好的政策 我们是无法想象我们今天过的这个生活的 各位嘉宾你想想 我们三十年前都在过什么日子 我们现在又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们确实有这样那样可以进步的空间 但我们不能否认 我们的国家真的很美大 我们的领导人说 我们要允许一部分人先扶起来 我们要带动另外一部分人后付 既然领导给我们提了这个要求 我觉得就得做到 这些人会永远记得我 他们每一年都会给我收写感谢信 说张老师将来我有一天 我有你这个能力了 我也要去资助一些像我一样的评论生 我觉得我资助的意义就达到了 有一天我死了 微博上会有一个热搜 叫张雪峰死了 上面会有很多人 所谓的去纪念我 他们可能会拿着我以前讲课的视频 有的人会评论 如果没有张老师 我大学的学费都没有着落 他们会有人评论 因为我看了张老师的视频 我考上了什么什么 谢谢大家